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過年的學生你要怎麼過 當然 睡到自然寫 不過當媽媽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都要傳料理 還有我們是回去 譬如說去大姐夫人家 大姐人家 二姐人家的時候 他們都要準備很多點心 因為吃過飯 大家就會打麻將的打麻將 玩接龍就接龍 喝咖啡 一定要打扇 然後一邊打扇一邊看電視 不得了 那個打扇一吃下去 過年晚上你的飯又那麼豐富 真的沒胖 很難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分享 你一樣可以過得非常豐富 非常開心的過年 然後你一樣可以打扇 因為能吃一點打扇的東西 是一個很幸福快樂的事情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吃打扇 好吃 但是它會讓你熱量不會那麼高 你有幸福感 你又覺得 沒有罪惡感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好的 今天誰來跟我們分享 找一個對 過年它還有很多版料理 而且它越來越懂得養生 現在好苗條 所以它跟我們分享怎麼吃 那就對了 歡迎林姿佑 嗨 美鳳姐好 過年就是媽媽最忙碌的時候 對 是 但是要讓家人吃得健康 對 又開心 對 都真的要花心思了 對 要吃得開心 我剛剛說的 那個幸福感一定要有的 好 接下來這位是生活達人 他就知道應該怎麼樣過生活 讓我們的生活就是那種幸福 我們歡迎 一家 台灣的繼續很厲害 很多健康又美味的零食可以選擇 今天都會全部分享給大家 怎麼那麼好 要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做參考 因為真的 過年沒吃很辛苦 一定會吃得上 另外這位營養師更重要 他要告訴我們 怎麼樣吃是剛好就好 好的 我們歡迎 劉恩佳芸 美鳳姐好 過年最怕就是攝取過多 對身體的負擔 臨時上一定要盛選 沒錯 媽媽就開始要去 搶一些洗手 這位媽媽 對不對 一定要去搶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 我每年 我每年半年貨都會出一件事 應該買的 都後面不會付買 都買一堆 本來沒有價位 要買的東西 就是我們每次寫 要買貨幼稚 買肚子 阿公要吃什麼 阿嬤要吃什麼 結果去菜市場 去大麥廠一看到 這個看起來也不錯 這個好像也有欠 這個也好吃 結果買一買回來 譬如說整個家裡 東西很多 大家 你有發覺 大家都吃不完 有的買來 開一包 吃一盤 都半包 半包 這樣放一放 要吃嗎 好像 好像說對不起自己 不吃嗎 給你氣勢 好像又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來 對不起手 就不知道還要放到那裡 就一直湯 一直用 一直吃 然後就吃到一月底 二月底都還在吃 對 這樣真的是很浪費 這個我們要問一下達人 他是不是跟你一樣 你沒有重點 怎麼看他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算是新手小媳婦 就是要學習怎麼挑 適合家裡長輩跟小孩子 比較適合的食物 因為主要都是老人 或者是家裡的小孩在吃 我會要求的重點會多一點 或者是我們過年過節的時候 會需要一些伴手禮 還有零食點心 這是一定大家來走存 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如果平時有在逛一些 健康的連鎖超市 或是在逛展覽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特別去注意說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家裡比較 家人比較適合 就是在我們大概過年期間 吃東西會比較安心 又可以開心的 不管是打牌 看電視 都可以吃的東西 果然是生活達人 他講到重點 因為大大小小 你過年的時候 就怕他們不忌口 一直吃的時候 你做這個媳婦 你做別人 你去拿捏 這個當中拿捏到對的時候 他們可以吃得很開心 你會不會覺得負擔很壯 因為有的食物 有很多一些 零食會潛藏一些危機 你知道嗎 這有什麼危機 那我們就來請問一下營養師了 對 因為像我以前 我也是一個很愛吃東西的人 所以你吃不胖 對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吃才能跟營養師一樣 對 但其實我也是還滿挑的 我買東西都會看成分 對 現在因為大賣場 或者是年貨大街 都會賣一些 可以自己挖 自己承重的有沒有 對 但是裡面都潛藏了很多的危機 我今天就要來告訴大家 好的 第一個就是高鈉 大家知道高鈉其實很簡單 重口味的就是鈉含量非常地高 像是什麼 肉乾 有沒有 負年很適合 豬肉乾 豬肉片 現在還有豬肉脂 有沒有 就是口味非常地多 有甜的 有鹹的 這種重口味就是鈉含量很高 我們如果吃了那麼多鈉含量的話 我們第一個影響的就是 會有高血壓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身體的水分會排不太出去 所以下肢循環就不好 腫脹 對 水腫 這是第一個危機 第二個是食品添加物過多 最常添加的東西是香料 然後防腐劑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講兩個東西 你們想想看 它是不是白色的 開心果 它什麼東西是白色的 它的殼是白色的 對 再來就是 這個也是很白的對不對 但其實它們本來的顏色都是 那種淡淡的暗黃色 有的可能是咖啡色 因為賣相不好 所以商人都喜歡把它漂白 這個就是食品添加物過多 再來第三個是 高油脂跟高糖 這個大家一定很常吃 還有蛋捲 那也會刷牙 對 刷牙的 一口接一口 有沒有 因為它就是脆脆的 對 這代表它加了很多油 加油 第一個影響的就是肥胖 高血脂 高糖就是說 像我們過年很常吃發糕 有沒有花跪 有沒有 還有 像蜜餞 像一些很甜的糖果 像有些人也會吃一些 軟糖什麼的 都以為熱量都沒有很高 但其實它熱量真的很高 而且像這樣子 高油脂 高糖 就很容易導致一些 三酸甘油脂過高 內臟脂肪就越來越多 還有一些人可能會 老化越來越快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表 就臨時的熱量其實很高 壓力也很大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說 像這種桌上可能很多那種甜食 你不要以為它小小的 但是它熱量比你想像中還要高 可是 堅果 堅果會嗎 堅果它其實好處很多 它是一種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是好油 好的油 對 好油 但是它畢竟也是油脂類的食物 所以我們一天只要吃 一到兩大匙就可以了 就是那種白色的塑膠湯匙 像韓國的堅果 都是有不同的口味 那種都是調的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 吃有調味過的堅果 就是吃原味的 然後最好是 營養素比較不會流失 第二個 熱量爆表的就是糕餅類 我舉三個例子好了 好 鳳凰酥 蛋黃酥 好好吃 還有什麼 還有鳳梨酥 有沒有發現它們有一個共通點 酥 只要有這個酥的字眼 就代表它加了很多糖 加了很多油 這樣才好吃 這樣才會有那個口感 可是那個酥都很好 超香的 對 但是它其實只要一顆鳳梨酥 熱量就高達200大卡 所以今天你吃了不同口味的鳳梨酥 你只要吃兩個 就等於你吃了一碗飯了 第三個是糖果類 糖果我一直不吃的 大家只要想到糖果 我很愛吃糖 愛亂糖 要吃糖果 還有什麼花生糖 牛軋糖 對 後年一定有牛軋糖 然後現在還有什麼 那種荷藻糕是不是 南草荷糕 好甜喔 不行 這種其實它一顆 一顆就有70大卡 所以你吃四顆就等於吃一碗飯 對 真的假的 沒錯 四顆 就是一碗飯了 所以這種糖就是精緻糖 我們盡量少吃 對 就是說精緻糖 年輕偶爾還可以 有人上了比較成熟的話 就盡量少吃這麼甜的東西 還有一個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果乾 大家都以為果乾好健康 不是天然的嗎 對 天然 它是水果 水果本人 對不對 但果乾現在有用很多糖去調味 你看像我舉例蔓越莓好了 蔓越莓它本身很酸 所以如果你吃果乾 不可能讓你吃原味的 它一定是加了好多的糖 所以果乾的話 它的份量其實就等於水果的份量 所以我們如果吃一匙果乾 就等於吃一顆水果 那個份量是這樣換算的 可是果乾也是很健康的東西 對 盡量還是一樣 無調味 適量 最後一個是飲料果汁 過年吃那麼多糖味 是不是就覺得口渴 對 口渴就想要喝一些汽水 喝一些那種果汁 而且都是還原的濃縮果汁 我發現大家很喜歡喝這個 但是其實這種果汁不好 因為它沒有膳食纖維 而且它的原汁含量低於10% 所以它等於就是飲料 它不是果汁 除非是自己家裡炸的 對 自己家裡炸的 那個渣渣不要濾掉 那都是膳食纖維 對 汽水的部分 它有很多 還有再加一些香料 對我們身體都是很大的負擔 好 重點來了 請問 我們剛剛營養師聽那麼多了 那達人 你怎麼挑零嘴 在選零食上面 我會盡量是可以找 養生概念好一點的零食 養生概念 譬如說烘焙來說 就要低溫來烘 就像剛剛營養師說的 低溫烘焙 後面怎麼知道它低溫高溫 或是 我們要去看嗎 其實就是 它會寫得很清楚 零食上面 就像營養師剛剛有說 背後都有成分表 那它怎麼做會跟我們講嗎 它上面都會寫說 它是油炸的 不是油炸的 或是是烘烤的 其實我今天就是 就是有帶來一些比較適合的 比較適合的堅果的食品 或是一些筆桿的 這樣我們會比較清楚 它其實就是 有在它的營養標誌上面 寫得比較清楚 讓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 這個不知道到底是能不能吃 所以第一次都你帶來就對了 對 這是我今天帶來 要給大家分享的一些食品 好 你說的這就是怎麼樣 大部分都是 低溫烘焙的食品 這都不是一個嗎 對 我這邊全部看到的 這不是一個嗎 完全都不是長的 其實我們市面上看到很多 長相很類似的餅乾 但是它這個 我找到這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完全不用油炸 這一個是燕麥椰奶 燕麥椰奶 對 它是用澳洲進口的奶粉 跟天然的椰子撕下去做的 大家可以吃看看 可以吃 妳養師可以吃 可以 我可以吃 吃下去你就會發現 怎麼有點像 很熟悉的味道的餅乾 它其實它裡面的成分很健康 髒髒 很香 完全不需要麵粉 你看我們外面看到 完全不需要 這我以前做都是用煮米粉 去吃 對 妳沒有麵粉 它裡面很特別 就是我覺得它對於身體 很好的地方是裡面是用 它是我們台灣我覺得 技術很厲害的地方 它又可以好吃 然後像這一個 鹹的口味 其實這是 它就是裡面會有一些辛香料 像洋蔥 胡椒 甘草 其實都是比較自然的 天然的東西 下酒擋上 這個超級適合看電視 我告訴你 這個小時候 小時候我們吃都會刮的 那一樣 這是五香口味 那是椰子口味 甜的 這兩個都很不錯吃 另外這個呢 這個的話 它其實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它其實是椒鹽的蒜香 它主要的食材是用青豆 很特別 青豆 它是青豆 難怪顏色 所以它每100公克的膳食纖維 高達6克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也可以促進腸胃的蠕動 不會說像我們過年 總是大魚 大肉 餐餐都吃得很好 這個有個豆香 它的味道很香 而且它完全不是油炸 全部都是用烘烤出來的 然後再裹上一些茴香 丁香 甘草 調那個味道 它會調了一個比較 尾韻比較香的滋味 如果說是像說喜歡 像剛剛營養師有跟我們介紹 堅果是很好的油脂 這個是我特別找來 適合我公婆 還有家裡小朋友吃的 它裡面是有非常多的 堅果 其實還有果乾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形狀很特別 它就是這樣 一口一顆 我覺得它超級特別 台灣我比較少看到 類似這種 因為台灣很多 一塊還要加 加起來 這樣一口一個 對 對 一口一個 它是花生嗎 它不是花生 裡面它有用杏仁 還有腰果 所以其實都是 剛剛營養師有跟我們介紹 比較適合的 像不一樣 麵香裡面有腰果 而且它是有調味的 都是比較健康的 它是用什麼 用 你剛才說 裡面有南瓜籽 腰果 杏仁 果乾的部分 有加一點點的葡萄乾跟蔓越莓 所以不會說 小朋友挑食 整罐的堅果裡面 就挑果乾吃 可是我剛剛知道還是有米香 我們外面在以前小時候買的 那個麵香 是不是一大塊 整塊都米 都白米的 一刷花生而已 對 這個裡面 它是每一顆裡面 都遍布一些些 米香會有一點焦香的味道 所以我們吃起來會覺得 有一點點香味 而且它比較特別 它是用 不是用白米 芭蜜 它的健康成分又會更多 綠色這是什麼 海苔嗎 不是 不 它很 很特別 它是用我們台灣的 有個茶葉的香氣 它是我們台灣的 柚香金萱茶 它在烘焙的時候 有加入柚子花 所以你慢慢地 放在嘴巴裡面咬 會有淡淡的茶香出來 茶香 可是又不會覺得是那種 很甜的茶味 不會甜 它甜會很淡 我覺得這個可以 因為我現在沒有吃很甜 這多好 其實現代人的 都會希望可以盡量是 往養生的方面去找食物來吃 我們台灣食物好吃 完全就是基本盤的 不用想 我覺得這個裡面的甜 好像只有果乾的甜而已 果乾一點點的甜味 果乾的甜味 香氣 那紅色那一點 紅色的話 是我自己比較喜歡 因為像我喜歡 酸甜清爽口感的 它是用 洛神很好 它其實洛神對心血管疾病 很多都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很常在外面看到 洛神花的飲品或是果凍 顏色都很鮮豔 漂亮 如果顏色都是特別鮮豔 漂亮 肯定不是食物原本的樣子 洛神它本來就是有 有顏色的 有一點顏色 但是這個東西 不說很紅 它烤過之後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 氧化的顏色 所以它這是很天然的 但這肉層好吃 好吃 酸甜 像吃甜的 我們配一杯茶 剛才這什麼茶 這個有不一樣嗎 這個也是我今天帶來 有帶三款的漢方茶 只有姐的這一個是 美鳳姐的這個是黑茶 營養師面前這一杯是紅茶 真的顏色不一樣 對 美鳳姐這杯很特別 它主要是以黑色的食材 黑豆 主要是黑豆和手屋 黃金還有黑芝麻 它其實是可以安定精神 其實晚上喝了會比較放鬆 更好睡 只有姐的這一杯是叫做金茶 它主要是以黃菊 枸杞 還有絕名籽 它其實可以幫助調節生理機能 像我們現代人 我們工作壓力比較大 熬夜的 壓過高 它其實就是當作我們日常保健 太累 太累 熬夜的 打眼睛 熬夜就要泡這個 玩太晚了 對 營養師這杯紅茶其實 它雖然說名字是紅茶 但是我找到這個 我覺得它有一個 我沒有喝到洛神花的味道 對 它有一個很棒的味道 就是它裡面是用洛神 桑葉 菊花 還有烏梅 所以它沒有甜 可是加起來會有一點 甘甘的那種口感 這三個都算是草本漢方的茶葉 對 喝起來它沒有甜的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草本 它這個也沒有咖啡因 也是都沒有 所以這個晚上喝OK 這樣可以喝 對 所以比較不會讓我們說喝了 有人不敢喝茶會擔心 我們怕晚上比較難喝 這樣也 還有水療 你還要甜點吃 它配的滾水 它覺得沒味道 把它泡一下 不錯 總比 也不要喝可樂 去喝氣 水 喝什麼 真的 喝這茶 OK 這好 還有那個餅 還沒吃 這樣美鳳姐有注意到這個 這兩款餅乾 它其實是用顴骨類製成的 它其實主要的餅身都比較健康 就是玉米 燕麥 大麥 都含麵粉的在裡面 然後我自己 找到這一個薑黃 其實我覺得它 薑黃 對 這是薑黃口味的 薑黃 它很特別 其實它是使用台灣 秋季出產的薑黃 像有些人的體質是比較燥熱 所以其實不那麼適合吃薑黃 可是我找到這一個薑黃 我自己本來是很怕那種薑 有一點生生辛辣 對 它沒有 不會到很辣 它裡面有加一點點胡椒 而且還有加一點 天然的番茄粉在裡面 所以瑋茵會不會覺得酸酸的 有番茄香 對 會中和掉它辛辣的那種口感 不會 沒說這個味道 OK 不假的 吃起來是香香 小孩子也會喜歡 而且酸 不會說很硬口 像跟市面上的餅乾都不太一樣 都不是死鹹或者是太硬 而且我覺得它 我會買它是因為我以前不吃餅乾 為什麼 妳知道嗎 因為餅乾會掉屑屑 那個媽媽 吃到整桌上掃肚子 我都不會買 所以這OK 這不會流 而且我上次 其實我們這樣吃 完全燉手 不可以 不可以掉 也是 另外那個顏色 這一個的話它是海苔 海苔口味 其實我們很常在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吃海苔禮盒 對 那個油 手拿起來都是很可怕 它裡面是有加海苔 也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較清爽的 這吃酥脆 酥脆 它是全素的 應該都塑的 這兩款餅乾類的 我今天帶來是 完全全素都可以食用 而且它更厲害的是 這個我剛剛有介紹 它是秋薑黃 並且是我們 這個是支持台灣小農 對 可是我覺得 下年也要有湯 對 雖然湯會肥 但是下年沒吃甜甜 我就覺得減一味 你知道嗎 甜甜吃就好像比較幸福 就是甜 甜過年要開心 那個是什麼 我們今天桌上也有帶來一個 大家可以吃看看 這是糖果 它是糖果 很特別 它也是 嚴選 而且一開始 它一個一個單包裝 我們帶在身上也很方便 大家也可以吃 可以吃看看 它裡面是用 枇杷葉 鳳梨草 紫蘇 還有楓膠羅漢果脆 是軟糖 它是軟糖 可以咬 像我們養師剛剛有說 我們都很喜歡去年貨大街買軟糖 它的熱量非常地高 像這個它其實比較潤喉 爽喉 涼涼 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而且滿舒服的 好吃 而且它的包裝我覺得很好 它是讓我們攜帶都很方便的 又乾淨 如果說過年家裡人來了 這對媽媽來可以 它不會長螞蟻 對 而且我現在在現場看 它那個是包裝 覺得這樣包裝 攜帶也比較方便 送禮不錯 就是過年 過年不要 洗手機放在那裡 對 總是帶一點 走出來帶起來 包起來就很澎湃 而且口味又很多 有人要送我這樣 我可以接受 是不是 它撕開還可以把它這樣子 它是有做 如果說 不錯 好 吃不完又不會說 它會貼去潮溼 好 餅乾都潤漆 對 果然真的是達人 他今天跟我們分享 這些零嘴 讓我們過年的時候 就壓力不會那麼大 又可以讓客人或是家人 吃得很開心 過一個開開心心 很幸福的年 是不是 心情吃 如果是讓我們心情好 心情好 比賽都更好 心情好就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就能賺錢 好的 就有滿滿的原動力 非常謝謝生活達人分享 謝謝 也謝謝營養師 也謝謝姿佑 也謝謝 謝謝 然後喝個茶 真的是挺好吃的 也是 而且我覺得蔓越莓也不錯 莓那麼甜 好 OK 美鳳有約